中國竟然開始自吹自擂了 我們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經濟亮點之一 經濟亮點啊 是沒有錯 中國現在在總結他今年的經濟成就跟成長 除了上禮拜開的中共中央經濟會議之外 那他們的官美環球網 最近就提出了三個口號說 中國今年的成為世界的最大的經濟亮點 他三個口號叫做 中國現在成為全世界的避風港 避風港 然後創新的來源 然後首秀場就是所有的發表的首秀 全部都在中國 應該票竊的來源吧 對我覺得中國他避風港 自己沉醉在自己的這種自我陶醉當中 你必須承認 就是說確實從一些數據上面來看 我們先說明一下 為什麼說是避風港 他說你看全世界的經濟這麼慘 全世界經濟這麼差 可是在中國都逆勢成長 他舉幾個 他說譬如說Tiffany Tiffany在今年在全世界是慘跌 這個業績掉了大概百分之二十四 他說你看在我們中國 逆勢成長百分之三十 今年的銷售額高達三點八二美金 差不多差不多一百二十一台幣左右 你要想一想 中國人今年都不能出國去買 只好有些土豪酒錢沒地方花 只好在中國買啊怎麼辦呢 對不對 而且其他又鼓吹內循環 對 所以他自己在自嗨說 你看我們避風港 他就講特斯拉 他說他就用中國特有名詞 叫井噴 就像那個花井這種噴出水來 他說特斯拉今年在中國的業務 井噴出來了 OK還是一樣老話 你晶片都沒有做做不出來 他只能賣特斯拉嘛 那一樣的邏輯在那邊 所以他自嗨 這叫避風港他的邏輯 那這個創新員更好笑 他說你看中國現在是所有的 全世界創新的技術人才市場的來源 我就在想說 今年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全世界都處於一個儘管政策的態度 奇怪這些創新人才怎麼出國的 怎麼成中國怎麼成為 全世界各地創新的來源 這個我覺得也是自嗨過頭 然後首秀場更好玩 他說你看現在世界各個國家 都非常看重中國的市場 今年很多很多的 這種世界五牌牆的企業 他的產品都叫什麼 全球首發 亞洲首秀 然後中國中國首賣 全部都在中國 超好笑 這也合理 為什麼還是一樣 沒有錯 中國的疫情是在恢復當中 可是有沒有想過 中國的中國疫情的恢復 不是踏在剛剛我們講那些歐美國家的屍體上往前進 真的 你爆發武漢肺炎的時候 全世界是沒有事情的 可是因為你的隱匿疫情 對 因為你的池不通報 因為你拒絕各個國家去進行相關疫情的 這些所謂的疫調等等的狀況 而導致這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當他蔓延到意大利 蔓延到歐洲 蔓延到美國的時候 你採取的所謂的威權的中國模式的這種全國封城的狀況 讓你的疫情快速的恢復 你沒有錯 你恢復了 可是代價是全世界陷入疫情的整個的仇雲產物當中 所以你說避風港創新園手繡廠 沒有錯 看起來好像是 你從數據上從一些案例上好像是 但是不要忘了 第一個他是站在全世界各國 得到武漢肺炎的屍體上往前進 真的來滿足你中國經濟恢復的成果 這是一個 第二個中國大家也知道 中國是一個面子外交國家 輸人不輸政 他要講這個話 一定在年底要做總結 不能給習大大難看 特別是扶貧工作成功了 對不對 對經濟工作也要有所成就 那中國確實 你必須承認他的前三季的GDP 不管你相信中國數據 那他全三季的數據是好轉 前三季現在算起來 第三季是成長13.9 是還不錯 可是前兩季太慘了 然後再上他很喜歡比較 我印象中有一次跟敏寬在討論的時候 臺灣有臺灣在前兩個禮拜 公佈說我們二十年來首度經濟成長率 超過中國三十年對 百分之二 結果你再隔幾天中國統計 國家統計局發佈 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百分之二點一 硬是要贏你 你現在直接寫二十好了 反正什麼數字都覺得他們的錢啊 他一定要贏你這個面子 然後我們預估明年的經濟成長率 大概百分之三點八到百分之四 中國立刻說 我們明年的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五 所以你說他這個經濟成長 對就面子 用喊他要喊出來跟你講 我的經濟工作很成功 這個數字其實也參考一下就好 所以你從這幾點 然後第三個事實上 其實中國對於整個武漢肺炎的病情的態度 其實還是跟年初剛爆發的時候是一樣的 他還是涵蓋 他還是模糊不清 他還是不願意向全世界交代清楚 而是在這些東西上面好大喜功 舉一個例子 剛剛學友哥講大連 大連這樣大規模的 全市的去做 全民核酸檢測 可是今天就今天的公佈 各位猜猜看大連今天確實有案例 有所謂的本土案例 來可以猜看幾例 一例 一例全民核酸檢測 然後全大連是要做核酸檢測 然後那個學校要做停課 你相信嗎 我是不相信 如果一例的話有需要做 做到全市去做這樣的動作嗎 要不就是這個國家非常重視防疫 要不其實不只一例 你相信哪一個 可以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到現在為止 對於武漢肺炎的疫情的這種態度 其實跟爆發之初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差別 只是在經濟工作上面 要所謂的擦肢土粉 然後感覺上好像經濟很成長 很醜 很茁壯 那為什麼要這麼急迫 其實我覺得兩個部分 一個其實就是要利用 現在美中的經濟真空期的喘息期 我們講過 他想盡辦法 讓外界認為他的經濟很好 讓這些國家在 你們再來沒有這個川普的貿易制裁 趕快回來中國投資 所以這個王毅他在禮拜一 就是跟這個歐盟在駐北京代表 這個見面之後就宣布說 近期所謂中歐的投資協定有可能達成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講過 在11月24號的時候 習近平跟梅克爾通過了電話 當時兩個人就說 我們希望在年底之前 可以達成談了七年多的中歐的投資協定 這個投資協定一談過的話 中國是對歐洲開放房地產 製造業跟這個金融市場 讓他們來投資 等於是歐洲的錢趕快來中國吧 天啊 歐洲現在不要病急亂投一啊 可是對德國來講 為什麼德國這麼積極 因為梅克爾 第一他現在是這次的歐盟的輪值主席 他這一屆 他急著希望在這次輪值主席之前 把這個案子結束掉 德國跟中國之間 第一本來經濟關係就比較密切 德國也是大量的依賴中國 第二其實德國跟中國之間就是 你看德國沒有進華為的東西 為什麼兩邊就就有這種較勁 要這樣對 因為中國就跟德國直接嗆聲 你敢進你敢進我華為 我就不讓我就不賣你汽車 那汽車工業是德國的命脈 A2B是他的命脈 所以在這個這樣的連結之下 德國推動的很積極 他還是受到了經濟上的制約跟阻礙 那這個中央貿易協定 其實如果通過的話 那當然對中國來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代表這些錢都回來了 對啊 所以其實你說拜登政府是吃素的嗎 是塑膠嗎 也不是 那個他的這個預定的國安顧問蘇勒文 蘇勒文他在訪談當中他就暗示民視的去告訴歐盟說 我們是樂觀其成啦 但是你歐盟要不要等一等 先跟我們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商量一下 這個態度我們一起再來決定怎麼樣共同面對中國的貿易問題 特別還有點到了特別是中國目前的人權問題不髒 這一點其實歐盟心中的痛 講到人權中國就覺得歐盟就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在貿易上面對中國讓步 所以我覺得蘇勒文是打到了痛點 那但是會不會有效 這就還要看梅克爾的整個的態度 但是其實這個投資 其實歐中國家你真的開放真的敢去投資嗎 事實上彭博也發表一份一份這個研究 就說中國這幾年 喜歡用所謂的人質外交 人質外交 特別對這些商務人士 就是說你去 你感覺上你是商務對不對 但是我就找個隨便找個理由把你囚禁起來 把你關起來等等 說你可能竊取機密 那叫要你配合 可能配合什麼 可能要你配合提供商業機密 可能要你配合什麼 可能要你配合在商業的利益上面 提供更多的利益輸送跟合作 彭博的研究說 2019年這樣的案例就有57個案例 天啊 一年 然後2020前8個月就34了 34個了 那後面的數字還沒算出來 可是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這種人質外交 請問在你投資的時候你還敢去嗎 而且不要忘了 中國上個禮拜才剛通過 禮拜天才剛通過所謂外資的這個安全審理辦法 但是安全審理辦法當中 其實中國政府是可以大啦啦的去審理外資 你是不是安全 其實就是外資版的國安法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真的說簽了中歐的這種投資協定 還敢去投資嗎 其實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 最後講 剛剛也是今天的消息 從從這個案例就可以知道說 人質外交真的在進行當中 黎智英今天以1000萬港幣被交保 我覺得就是代價而估 我人質放在這裡了 就看你們歐洲國家怎麼來跟我談判 這才是中國的真面目 今天我們來關注